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是2024年5月16号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276期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计划 弟兄姐妹们不要惧怕 不要因为揭露了教会卧底脏谈而惧怕 原知名唐重荣都已被神拿下 脏谈还打不上急 弟兄姐妹们 我上午做了一个节目 就是顺便揭露一下在澳洲的教会卧底脏谈 然后就推特上来就有弟兄姐妹们比较害怕 因为我猜测他可能是加入了 或者是和以前听过张胜奇 就是张谈他们的节目 节目属于上当受骗的 属于上当受骗或者是怎么的 上当受骗的 看到我揭露了张谈的 他们有些害怕 弟兄姐妹们 你们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就说一下吧 揭露教会卧底是神给我的一个责任 当然以前有王爷牧师还在 王爷牧师应该是回归添加了 现在主要是我 网上有三个人吧 揭露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一个是郑州的一个弟兄 你们在推特上 我以前经常提到过就是我算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温州的张肖民 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其实是公开的 是公开的一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这个就是比我双方都比较清楚 一个就是共产党领导的 就是假教会 就是假教会 然后是假牧师 假基督徒 在网上做大网线 在进贡教会 一般呢就是真的基督徒是隐藏的七千人 就是我们这个七千人教会的 这个来由 就是七千人是位置像巴黎气息 位置像巴黎清嘴的七千人 然后就是比较 网上比较多的揭露的人 主要是三个 一个就是我 一个就是我算什么 一个是张肖民 从各个方面吧 揭露 我主要是在总体上揭露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这个计划 虽然大家敌我双方都比较清楚 但是他没有证实 没有证实 没有作识 也就是说没有作识 所以说 就是说就是撒旦的人呢 他们不敢把这个作识 比如说我们突然一下 揭露他的人有人身安全了 或者是突然被共产党带起来了 没有任何理由 这是个思想之争 是灵界的真正 而是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接触徒是不会造反的 不会造反的 我们亡人其实我们以前说过是为了信仰 所以说他们知道我们在揭露他 但是他也不敢证实 他也不敢作识 如果他作识的话 他不可能把揭露他的弟兄姊妹们都抓起来 他一旦抓起来之后 他就作识了 作识他们是共产党的人 所以说是安全的 还有一个当然我们靠的不是说我们对这个理性的分析 我们靠的是神 是上帝 是上帝 所以说圣经里面有许多安慰的我们的话 不要惧怕 他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保守着我们 上帝在保守着我们 我们揭露的经历 你如果看过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远之明已经被上帝拿下了 唐重荣也被上帝拿下了 而且都是2014年 他们的丑门曝光了 他们其实的计划其实已经是大摆于天下了 只不过他们人多是重啊 没有 抢全世界特别是像真基督徒来传播开来啊 所以他们还在继续骗人 继续骗人啊 所以说弟兄姐妹们 网友推友上 有人呢就看在看见我在揭露张谈的 他就害怕 就希望我把我的这个信息 有关他的一些信息删掉 弟兄姐妹们没那个必要 你你你透露的信息也是公共信息 公共信息没有任何秘密 没有任何私密信息 而且我用的也全是公共信息 任何私人的信息 我都不会用 不会用 而且所有的信息 说实在的这是一个模式 我已经揭露很多年了 只要和这些人搅在一起 有点名气的都是党的人啊都是党的人啊都是党的人 所以说啊你就是说 只是我早揭露后晚揭露他的问题啊啊啊所以说他是迟早要暴露的啊迟早要暴露的这是个模式 只要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就会暴露出来 比如说这个张坦以前我的确没有听说过他啊啊因为说实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揭露出来了这个模式 结论规律都已经找到了 所以没想到我看了一下这个张坦呢他的确还是有些能耐嘛因为他是贵州 说是贵州宗教局的处长嘛他现在应该是派向国外在领导一部分人啊领导一部分人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个频道叫尼郭鼎真理追寻会啊真理追寻会在油管上他的这些人有哪些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揭露的 这个揭露过的人啊揭露过揭露过的事情啊非常多的只要你把这些名字一到我的频道里面收就会收得到这个新五月花教会我们揭露过对吧我们看看他说是他是有些能耐的他毕竟是处长嘛他是官职的官职的啊 然后周峰所揭露过啊 陈彪当然揭露过这是龟正宗派的那个人有照片的啊 然后陈彪那就不用说了这个 张展自己也做 王健宏啊对张展我们也揭露过啊揭露过 这些就不用说了这都是啊阮云飞也揭露过也揭露过 林露 林露和任不媚有关系啊任不媚这个我也知道 也提到过言行也和任不媚有关系 任不媚有关系 时亮揭露过陈彪揭露过 张伯利揭露过 揭露过 张凯揭露过 揭露过啊 都有我的节目都做过他张凯 也是啊 教会卧底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这是个大计划 啊 然后还有谁啊 很多了肯定是这些 冯云健 大头目揭露过 揭露过 冯凯好像没有揭露 刘同树大头目揭露过 赵晓揭露过 王志勇就不用说了 戴志超好像提到过 全都是这一伙人啊 里面几个大头的就是刘同树 刘同树 赵晓 典型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人物 所以说 哦 潘永光好像也提到过这个是文化的吧 都是卧底美的 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这个张凯还是有些来头的 但是 他来头再大也没有远志平和唐周荣的来头大 所以说不要惧怕 张凯可能是被他的上级坑了 他不知道他们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已经暴露了 所以说 上级给他挖了一个坑 出来就会被盯上 出来就会第一个被真基督徒盯上 就是被我们这些 就是守望的人盯上 还有一个就是会被 美国加拿大 虽然他在澳洲 会盯上 因为五月联盟 信息都是会 都是 都是共享的嘛 而且这个信息做完了 上一期 我是报了的 报了 CSIS 或CSID 最主要是 这个东西说实 都已经这么大劫了 所以弟兄姐妹嘛 所以我专门做一个节目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张凯 名气再大也大不亏 远志明 大不个唐初龙 这两人都已经被上帝拿下 张凯还会远忙 很显然的 张凯应该是上了他 上级的当 就是有使命在身 身不由己 没办法 没办法他的下场也会很惨的 做一个 预测吧 他的下场会很惨 很惨 好 我这个节目做完之后 我会发给张谈 再见 弟兄姐妹们 平安 oug 馒